女姑娘 女姑娘 李公子 俺娘 太好了你还在这儿啊 俺真怕你等不及又回湖了 哪里啊 我特意在这里等你呢 知府大人怎么说 别提了 俺还以为是啥事呢 原来他是要给俺找一个师爷放在身边 这位知府大人真是用心良苦 用心良苦 怎么讲啊 你有所不知 俺回来的时候才听王普头说 原来白师爷以前便是知府的师爷 怪不得呢 俺这边亦有点啥事 他那里边知晓得如此之快 俺这边亦有什么行动 他那边马上就有对策 白师爷现在又回到他身边了 他就想着法儿来 要在俺身边安一个眼线 那你答应他了 俺当然没答应了 俺可没那么傻呀 俺说俺有自己的师爷了 而且今天都已经上任了 看来啊 李公子也会说谎了 俺没说谎啊 俺啥时候说谎了 那你告诉我 你府上的师爷在哪儿呢 我怎么没看到啊 呃 余姑娘 真不好意思 俺说的那个师爷不就是你吗 我 嗯 看来李公子不但会说谎 这开玩笑的功夫也不逊色嘛 我虽非凡身 官场上的事也更是不清不明 可是一个女子在官场上做什么事业的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呢 再有 李公子你可是答应过我的 我可是要随时回胡的 所以 恐怕公子这次是真的要说谎了 哼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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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俺这回又要倒霉了 俺这个脑袋 她总是要离开俺呢 李公子 真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有这么严重了 哎呀 欺瞒上风 虽罪不至死 但要被智府知道俺说瞎话 他一定给俺安排个师爷在身边 那时候偷走官印算清的了 他要是派个杀手师爷来 俺十个脑袋都保不住啊 俺这条命不能那么轻易就死了 为啥呢 因为俺死了就枉费姑娘救俺一番好意了 公子说得倒也是 可是让我当你的师爷 那咋啦 俺看挺好啊 朝廷又没有规定 不允许女子做师爷啊 再者 余姑娘就算做师爷也不耽误你回胡不知 俺看就这么定了吧 余姑娘 你说好不好啊 就答应俺吧 好吧 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有什么条件 快说 如果让我做你的师爷可以 不过师爷这个名字好难听啊 我一点都不喜欢 也是啊 不好听就不叫师爷 不叫师爷 那叫啥呢 不如就叫你余姑娘 余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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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了吧 好 好 太兴奋 太高兴了 这俺咋个兴奋法 这俺咋个高兴法 啊 俺想到了 你等着 啊 李公子 你干什么去啊 俺买菜去 俺今晚要亲自下厨 为你做上一桌好饭 娘 小姑 又熬药了 来 先趁人喝点吧 大猪呢 他呀 一大早就出去了 不毒光了 是不会回来的 我怎么生了他这么个逆子 你说这家里让他堵成什么样了 这家里家外 要是没有你和二住 这还叫个家吗 娘 人到司哪儿去了 水呢 怎么没有水 娘 我先出去了 去吧 来了来了 我不好娘 等下的你别着急啊 我刚刚给咱娘熬了点粥 还没来得及烧水呢 几天不打你皮子送了是吧 饭呢 我饿了 赶紧准备饭 饭就在桌子上啊 我 我给你烧水去 怎么又吃这个呀 天天都说这破玩意 想噎死个人呢 这个 大猪 你又吓喊什么 全家都吃这个 这一家四口 就指着你弟弟二猪辛苦赚钱养家 你不赚钱不说吧 还把家里的东西都快卖光了 你这个当大哥的是不是也应该 得得得得得 又来了是吧 又来了是吧 你说话能不能不像那窝头似的 咱也换个花样行吗 你听他唠唠叨叨 唠唠叨叨 不就嫌我不挣钱吗 咱说话得凭良心 前两天 我是不是赢了一回 我还给家里买回二斤白面呢 你还有脸说 对了 那白面还没吃完吧 我来得给我做面条去 做完 娘 大哥 你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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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谷 小谷 娘 二猪 娘 我回来了 回来了 您今天病好些了吗 好多了 您看 药我抓回来了 我刚刚问过郎中了 郎中说啊 只要您能坚持服用此药啊 您的病就能好起来了 二猪啊 娘都这么大岁数了 这老病啊 治不治都不打紧了 你别老把钱花在娘身上 攒点钱 早点把彩莲姑娘娶回来 娘也就安心了 娘 看您说什么呢 男友有病不治的呀 娶媳妇也不能耽误 给娘看病了 是不是 娘身边有你和你大嫂孝敬 娘倒也欣慰 要是你大哥也能像你就好了 快去看看吧 准是你大哥又打你大嫂了 快去 快去 真是作孽呀 作孽呀 谁呀 呃 是 我 李安啊 你睡了吗 是你公子啊 有时进来说吧 方便吗 方便 那我进来了 余姑娘 这么晚了 公子找我有事啊 没什么大事啊 给你送水果啊 谢谢公子 不谢不谢 应该的应该的 这么晚还不歇息啊 正要歇息呢 公子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了 那俺走了 走了 其实俺找你真的是有正事 说实在的话 你昨天在这里 俺还有好多东西 没有介绍给你听的 俺家姑娘在这里呢 有好多事不习惯不舒服 不如俺来介绍给你听听 你住的这间呢 叫做偏房 而俺呢住的是正房 那个东面那边呢 是真正的厨房 是鱼毛厕呢 就是臭臭的西房那边 再接着说说屋里面吧 屋里 李公子 公子好健忘啊 若说这里 我比公子熟悉得可要早呢 忘了 忘了 那 那 那就早点歇息吧 俺还是回去了 好 走了 公子慢走 关的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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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宜 Tar 这孩子怎么这么烫啊 一定是病了 施主 施场还早 不能进棺 这位小师傅 我并非相可 只是这孩子病得非常厉害 我想先进桂冠借宿一下 再给孩子看病 请行个方便 呦 这可不成 没得道长同意 我可不敢收留你 施主还是前往别处吧 小师傅 你看这旷野深山 孩子又病得厉害 你能否通融一下 如果不行的话 我去跟道长说 不行不行不行 你还是走吧 怎么回事啊 道长 这位施主他 道长 行下里春阳 路经跪地 不想孩子病重 请道长念膳 先行收留 待孩子病患 我们马上便走 对不住了施主 本贯术不留客 施主何不进城就医啊 可我 好吧 打扰了 壮士留步 你怎么可以这样 道门乃行善之地 救人于危急 方术当正 退下 这位壮士 修怪小徒 快快进观 贫道略小医术 我来给孩子看看 多谢道长 快 带壮士进观 是 施主请跟我来吧 好 道长 此人来路不明 邪剑 还带个孩子 您怎么就让他进来了 你懂什么 若不是他带着这良养 我怎么会让他进来 哦 您是说 那孩子 明白就好 但要注意此人 我管他非同一般 先留住他 也许他也有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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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兄 小弟 也思念你啊 这次走了不少日子 是啊 这不着急回来看你吗 小弟想早点看见你 来人 把东西抬进去 好嘞 你看你太客气了 每次回来都带这么多东西 那还不是应该的 这些东西是当地的土特产 也不值几个钱 中兄尝着个仙呗 那于兄就笑纳了 这才对嘛 行 兄弟啊 你还是那个急性子 今日啊 于兄就陪你喝个一醉方休 好 不醉不归 好 请 吕壮士 道长 道长请坐 不了不了 吕壮士 孩子怎么样 药服了没有 孩子现在好多了 我刚给他服了药 现在已经睡下了 那就好 那就好啊 吕壮士你放心 这药 是频道自己配置的 保证药道病除啊 不过 据此孩子脉象来看 他脉象紊乱 心计不齐 这一定是受了什么惊吓所致 好在能及时依旧 便无大碍了 只是这孩子需要多些日子 好好调理 切不可操之过急啊 道长 长蒙你如此厚爱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对了 我这里还有一些散碎银两 道长 你千万要收下 吕壮士你这是做什么 出家之人行善为本 区区小为合作挂齿 不用不用不用 道长 你 吕壮士 你就不要再行客套了 你就踏踏实实地在本棺住下 愿意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 孩子的病体要紧哪 好了好了 我就告辞了 道长 好了好了 我走了 爸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确实是不忠凡下 想不到老弟这个笛子 吹得是越来越好了 若不是亲眼所见的话 哪个又会相信这柔婉之音 竟会出自这豪迈之口啊 今天这顿酒算是喝值了 韩公子 来 我们大家敬你一杯 好好好 谢谢各位夸奖 我干了 大家尽兴 好好好 干 来 阿珠 你还愣着干什么 给韩公子针酒啊 来来来 请请 买上买上 阿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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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呢 阿珠 嫂子 阿珠 快 你怎么来了 怎么回事 快 把这个东西藏好 这是娘给你攒的钱 你可千万别让你大哥翻出来 让他再差一点被他翻去了 擦好了 当家的 你不能拿这个钱 你要是再拿去 就又要赌光了 阿珠 你别打扫他 你别打扫他 你慢慢用 我去去就行 赶紧别用 大家的 这个钱是兄弟娶媳妇的钱 我求你别拿 还没打扫是吧 我们会求 还没打扫是吧 阿珠 尧过去 你别打扫子 阿珠 你凭什么打人 彤子 沈舍 Subst 천 Laut 这事跟你没关系 阿珠 把钱给我 你把钱给我 我就不打你了 阿 Normally José 我不给你 我给你 你全都拿去反书了 我不给 我不给 是吧 好 报给 我叫你 哥 你别当嫂子 哥 你这死好生活长 为何随意打人 你是谁 我当我老婆管你屁事 她是我老婆 我叫她 少在眼前喝消我 滚 这 我都不怪你比人厉害我 我等姐妹去告你 我去告你 告你 你等等 对 没事 没事 公子 真是多谢你了 谢谢韩公子 韩公子 你可惹祸了 随她去 喝酒去 韩公子 请 知不知道李大人集合我们干什么 不知道啊 不会是发响钱吧 想什么没事呢 说出来怪财人哪 小五哥 王头儿有没有说集合我们干什么呀 没听说 兴许让你说中了 发响钱呗 对 对 谢谢您好 谢谢您好 我安静点 王头儿 大人来了 站好 你怎么给你去呢 各位 你们别老盯着人家姑娘看嘛 我按这儿瞧瞧 当然按这儿也没什么好瞧的 大家都安静一下 大人有事情宣布 是这样的啊 今天把大家伙召集到一起 是有件事要跟大家伙宣布一下的 这位是余姑娘 是本官打今儿起新聘的师爷 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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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余姑娘 那是余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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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瞧瞧瞧瞧 你就知道你们要叨叨 行了行了行了 都别叨叨了啊 对了 有件事大伙一定要切记 余姑娘只行师爷之事 但不称师爷之名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不才 大人 那上堂的时候 小的们该如何称呼余姑娘 就是啊 就是啊 问得好 你刚才称呼啥 上堂的时候还称呼啥 余姑娘喽 是 我说兄弟们 那咱们就练练吧 好 你就带什么了 行啊 好 好 余姑娘在上 我曾拜见余姑娘 各位兄弟 日后 还请多多关照 余姑娘还这样 是不是 好了好了好了 退堂吧 是 是 是 等等 看来这堂是退不了了 就是这件 她最喜欢这个颜色了 刘妈 彩莲怎么还不回来呀 这 也不知道韩公子今天回来了没有 小姐 不好了 韩公子被抓了 韩公子回来了 谁被抓了 小姐 是韩公子回来了 但是她现在被下崖的人抓走了 怎么回事 你快说呀 小姐 我从韩府回来 路过仙鹤酒楼的时候 正巧碰见官差 把韩公子带走了 好像是说韩公子 把什么人给打了 小姐 你快想个办法呀 那不快走 还愣着干什么呀 小姐 衣服还没换呢 快换 大人 韩公子带到 见过大人 你就是韩公子 公堂见官 你为何不跪呀 大大大大 你看这人就是如此狂欢 大人 韩某虽乃外族之人 但朝之礼法 我还是要敬的 小人 拜见大人 齐来挥花 谢大人 韩公子 何大柱将你告上本牙 本官问你 因何打人哪 打人不假 我确实教训了他一顿 大大大人 你 你看你 我的头 何大柱 我没有问你 你不要说话 韩公子 本官问你是因何打人 没问别的 谁让他无理打人 我就揍了他一顿 可据本官所知 何大柱打的乃是他妻 这属家务内事 你又何故随意伤人呢 家务内事 那按照大人此意 那家里人就可以随意打骂 就不分人畜了吗 这 好 话虽如此 但何大柱打妻 却属家务内事 历朝律法尚不介入 但你身为外人 却以拳脚相伤 这样便已触及律法 本官可就不能不管了 大人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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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人 你想怎么个管法 本官自会按律行事 何大柱 你是原告 本官想听听你的看法 大人 这打也打了 伤也伤了 我总得看看郎中 买点补品什么的吧 要不这么着 一口价 二两银子 我就 大人大量 这事就算了吧 好吧 杭公子 既然原告提此 那本官也支持 是 按看就这么办了吧 成啊 既然大人都这么说了 我自是没什么可说的 只不过 便宜了这个无赖 等等 这是无良银子 你如何拿得呀 那我可管不着 要不然你等我到外面 给你换碎银子 再说了 你这磨磨唧唧的 还耽误一个好几晚拍的时间呢 好啊 那你拿去吧 你小子还识相 这银子啊 你不用找了 这儿啊 来人哪 快把他们拉开 岂有此理 没听见大人说话 赶紧拉开 是 是 这银子啊 合算了 我的银子呢 我的银子呢 大胆 公堂之上 岂能认你胡作非为 来人哪 给我俩押起来 是 慢着 大人 既然这公里可以以银相抵 那韩某付钱 这处来收账 这也算买卖公平 为何还要押我 你 那本官就让你知个明白 前者呢 责罚是依情而定 后者呢 判定呢 则是因你无视国法 搅闹公堂 本官令旨有法可依 容不得你不服 来啊 将这狂徒 赞押大牢 听后处理 慢着 大人 你说的还算在理 我韩某无话可说 可是 我自己会走 不用人压 大人 删这种狂徒就该 就该关起来 而且多关几天 这才显得天道正义 公道正义 得得得 你瞎到的什么 本案已断 你没事 就先下去吧 我没事 没事 我的银子呢 这不在这儿呢 退堂 退堂 让开 我找你们李大人 明珠小姐 李大人等等 我找你有事 是明珠小姐 你找本官有何事啊 我想问你 韩公子到底犯了什么法 你为何要抓他 韩公子违法犯事 刚被本官处理了 对了 不知明珠小姐 问他何来啊 这不用你问 我想知道 韩公子现在怎么样了 明珠小姐 对啊 那个韩公子他现在 已经被本官 赞押大牢了 你还有别的事情吗 押进大牢 既然我来了 就请给我个面子 把韩公子给放了吧 放了 明珠小姐 你不是在说笑吧 看来是小女子面膊 那看在我爷爷的份上 这总成了吧 这个 不是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问题 这件事啊 本官不必多说了 就这样吧 退堂 退堂 李大人 小姐 你千万别着急 要不咱们先回去吧 还不都是因为你 要不是你耽搁了时间 这李安能这么轻易 就把韩公子也抓起来吗 废物 小姐 让他 这信韩的是何来历啊 他何以如此狂妄啊 大人来本县不久有所不知 这位韩公子乃是西域的 一个王孙贵族 长期往来与本县与边陲行商 此人为人豪爽 仗义输才 虽为商人却轻财重义 在于县民间颇有口碑 若论百姓敬重 除了钟老板 就应数他了 你要说啥 难道你也要为他讲情不成 这小的不敢 只是 是啥 只是小人听说 他与周老陈公交情甚密 此事会 会啥 本官一律之法 绝不容情的 有错吗 你下去吧 是 咋啦 即便是如此 那个姓韩的 也不可以这么狂妄啊 无法无天嘛 不行 还要削一削他这股子狂气 谁来讲情都不好使 是 于姑娘 你咋半天不说话呢 你让我说什么呢 案卷在这儿 不知道我记得是否详细 还是李公子自己看吧 于 爷爷 爷爷 别跑别碰巧 你帅长 你快去救救韩公子吧 韩公子 嗯 他怎么了 他回来了 他回来了 可他刚一回来 就被那个县令李安给抓起来了 会有这种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慢慢说 哎呀 我也不清楚 我只知道韩公子打了一个无赖 就被那个县令李安给抓起来了 爷爷 你去找那个李安让他放人 明珠啊 事情还没搞清楚 爷爷怎么好贸然去找人家李大人呢 这不太合适啊 爷爷 韩公子他还在大牢里呢 您就不管了 明珠啊 爷爷怎么能不管韩公子呢 只是这朝有朝法现有现规 我想那李大人 也不会无缘无故去乱抓人哪 安容爷爷啊 大听得清楚 再想办法也不迟啊 爷爷 你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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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珠 小姐 你起来 小姐 你起来 小姐 你起来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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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 有什么事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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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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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一特别人 小姐 什么人 小姐 公子不是答应过我 不问湖中之事 我也可以随时回湖的 不是吗 李安是想问问余姑娘 啥时候能回来呀 少择两日 多择 那就要看湖中的情况了 余姑娘 俺不是要过问你的事情 但若姑娘有什么需要的话 俺李安万死不辞 但愿余姑娘你能早去早回呀 多谢公子 我会尽早返回的 只是 有一事 我想多问一句 那韩公子 你打算怎样处置啊 让俺猜中了不是 余姑娘不悦 定是与此有关哪 实话对姑娘说了吧 那个无赖大助 俺岂不知啊 那韩公子教训于他 俺也非常之钦佩 但韩公子藐视公堂 这是本官所不能允许的 俺是想先关他两天再说 对了 对了 余姑娘 俺倒是想听一听 如果换成是你的话 你究竟会早处理呀 要是我 我就放了韩公子 把那个何大助抓起来 若余情啊 俺也会这样 但若按律的话 却是无法可疑 这历朝历法皆是如此啊 俺既为官 只好以法当先了 照公子这么说 丈夫打妻子也是理所应当的了 那这人间的女子 岂不是被挨了吗 也不能这么说 如果全天下的男人 都像大助这般无赖 那就不用说了 那这样 别人不说说俺吧 俺现在是没老婆啊 如果俺有老婆 俺对天发誓俺里俺 绝对不会打老婆 公子没有老婆 那 那个赵秀姑娘 赵秀 你说秀儿啊 秀儿 她 咋会是俺老婆呢 俺俩之前呢 是定过亲 可是那个婚约 早就已经解除了 俺和秀儿之间 以后至多是兄妹相称 咋还谈得上是俺老婆呢 是这样啊 那 那事我不知了 没没没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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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亏说到这儿了 要不然俞姑娘 还真以为俺是有老婆的人呢 李大人 李大人 周老臣宫差人来铁 说有急事 请大人过府一叙 李大人 晚辈见过老臣宫 李大人 实在不好意思啊 你公务繁忙还来打扰 好 好 好 坐 哪里 请 请 对了 不知老臣宫 跟早晚合适啊 您的脸色不是很好啊 李大人 你既然已经来了 我就实不相瞒 孙女明珠不懂事 冲撞李大人 还请李大人海涵哪 不打紧 不知道老臣宫早晚是 李大人 李大人哪 说起来有些难为情啊 我找你来 还是为了孙女明珠 与韩公子的事情 实不相瞒 我和那韩公子是妄念之交 孙女明珠对那韩公子 真是有些难以启齿啊 俺明白了 这就难怪明珠小姐 就去找俺了 老臣宫 俺有句话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请点 那韩公子打人在先 之后又搅闹公堂 无视朝法 俺关他也是一律办案 明珠小姐找俺来要人 俺是未许 献下老臣宫找俺啥意思 俺也明白 可是晚辈也有难为之处啊 是啊 这我知道 本来老夫也不想过问此事 我乃小孙此等状况 可怜他从小丧母 他父亲又因为国征战拼死将场 老夫现在就只剩下这一个亲人了 我视他如生命啊 李大人 能否赏老夫个面子 这件事情再斟酌斟酌 我知道 我知道 此事让李大人为难了 不过据我所知 那韩公子所打之人是一个泼皮无赖 况且韩公子已经赔付了银子 这事已了 我看李大人 也就不要太认真了吧 老臣宫 这话也不能这么讲 那韩公子已报伤人本已不对 大堂之上任意妄为 这更是不该 本官将他积压是依法行事 倒也谈不上认真二字 看来 李大人是不肯赏老夫这个面子了 这样吧 老臣宫 你不肯赏老夫 两日后 两日后 俺会从轻处理此事 两日后 恐怕两日后 也不一定会放人吧 李大人 你看 老臣宫 书婉被直言 此事俺已考虑从轻处理 但若今天放人的话 这昭令昔改之事 恐俺难为啊 还望老臣宫多多 够了 既然李大人功务繁忙 老夫就不强留了 送客 老 老姨 我 还要你 在 李大人 王牧头 有事进来说吧 不了 大人 钟老板来了 说有事要见你 钟老板 在哪儿 他在大堂等候 好 你跟他说 俺马上过来 是 他在哪儿 你九州 李大人来了 来 把门打开 是 李大人 您别介意啊 我这兄弟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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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兄 你怎么来了 我能不来吗 我要不来啊 恐怕你就饿晕过去了 还是钟兄了解小弟 他们这里的劳斋 我实在是难以下业 连肉都没有 快快快 我都快饿死了 你别太放肆了 李大人还在这儿呢 难道在这儿大牢里 也要行大礼啊 倒也不用 有礼就可以了 酸溜溜的 你咋这么跟我们大人说话呢 钟老板 你们聊吧 好好好 谢谢李大人啊 不客气 好好好 带钟老板走后 把牢门锁好 还有酒 钟兄啊 还是你带小弟最好 可恶坏我了 我可不客气了 有有有有 你慢点 慢点 没人跟你抢 因为我才是 穿越時光波動心弦 人間煙火輕輕的一吻 你是躲在蝴蝶的經歷 請無法逃避這情願 你是住在飯間的晴朗 人間冷暖深深一段情 多想感受你的心跳 多想牽掛你的憂愁 在你眼眸中的我不聽難難的自語 我們倆注定要分離 願夢裡享受到天花 流傳了千年的美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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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